有一个神情忧郁的人 坐在一个咖啡馆的角落里 一个老人看到之后走上去 小伙子啊 我看你很忧郁啊 你一定遇上了什么难题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助你 这个人冷冷地看了一下老人说 你帮不了我 我问题太多了 老人掏出名片说 如果你今天相信我的话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个人随老人坐车来到了郊外 下车之后 老人指着一排墓碑说 孩子啊 你看见了 只有在这里的人 才是没有烦恼的 我的孩子也是经不起 人间的烦恼提早离开的 这时候 年轻人的眉头开始松了 他把他的难处向老人诉说 所以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 和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到这个人间 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来也匆匆 去也空空啊 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 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名誉 只是暂时的拥有和保管 要记住 要记住 只要你活着 你的麻烦就永远会有 你的烦恼永远不会断 只有用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只要有菩萨的般若 才能让你永久的想开 永久的得到快乐 我们要懂得果报 今世之苦 是上一世我们还没修好 今世的福报 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 因为别人上一世 积福积德 中华传统讲 地球那是运动的 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 佛法讲世事无常 其实社会很简单 是我们的人太复杂了 俗话说 没心没肺 能活百岁 问心无愧 做人不累啊 生活有时候像冲凉一样的 你的水龙头方向转错了 让你进入水深火热 现代社会和人的相处 总是让你感受到忽冷忽热 学会随缘改变 否则你一定会伤风感冒的 昨天是历史 今天是开始 不努力 你明天一定不好使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摆件事物当中 经常看见有一个叫三不猴的造型 三个孩子 三个猴子成了半吨的姿态 憨厚的可居的样子 第一只手 第一只猴子呢 哪个手呢 捂着你他的耳朵 第二只呢 用手呢 捂着嘴巴 第三只用手蒙着眼睛 这个三不猴的造型 其实就是表现了 佛家的思维和思想 三只猴子分别代表 我不说 不说他人之事 我不看 不看世间的繁杂 我不听 不听 嚼舌之音 这个三不猴也表现了传统的 鲁家教育 那就是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所以 对于让人厌恶的行为 我们不要去看 对于闲言杂语 我们选择不听 对于伤人伤己的话 我们选择不说 所以做人 如果能够懂得提醒 和常常的用三不猴告诫我们 无论在工作中 还和别人打交道当中 都要小心翼翼 遵守这三只猴子 所代表的三不之道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看的不看 就会免遭世悲 免惹争端 平安吉祥啊 敏感的人 好比拿着一个放大镜 在看世界 所有的美好 都让他扩大了 所有的丑恶 也让他加倍看到 学博人要控制自己 过于丰富的想象力 有时候一点点的甜 让我们看到了甜到发喉 碰到开心的时候 很多人高兴的发狂 生活一点点的苦难 让他变得痛不欲生啊 所以自己的心情 犹如过山车一样 我们活得像个 双向障碍的脑残人 站起来蚂蚁一个都看不见 蹲下去看到蚂蚁一大片 所以最近刚刚发生的 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 在北方将一男一女 当街杀死并刺伤 劝阻他的行人 然后他自杀 遇害的也是一个大学生 因为移情别恋被杀 抢女友那是自私的行为 杀人者也是只知道 自我的感觉而已 所以美国各名校的大学生 自杀事件也是频频发生 美国大学平均每年 约有一千一百名 因忧郁症引起的本科自身自杀 在布里斯托大学 二十岁的学生叫Justin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我执啊 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 执着于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想法 时时刻刻以我为中心 所以夫妻吵架 因为太太认为她是对的 先生认为她是对的 所以就没有解决之道 所以保护自我的欲望越强 就追求自我 尤其产生了种种的对立和烦恼 想不通是想自己想的太多 所以佛法让我们开悟 解脱一切在变化当中 因为今天不好了 不代表你明天后天不好 学会调节心态 犹如对冷热 穿的衣服多和少一样 很简单 这就叫随缘 这就叫随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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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